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句老话说 人养育三年 育养人一生 除开蕴含佩戴玉石对人的益处以外 实际上也在反映人与育中间的牵绊之身 古丹人经常出现以贴身之物赠予他人 以此表示自己的心意 但实际上来说他是错误的 长期佩戴在身的玉石会不经意间与主人的运气互通 假如要了别人的玉石 那玉并非你的守护神 反正要承担他人的灾难之气 这是在替人挡灾 二 来路不明的古玉 古玉与心玉不一样 它的身上有长期的历史时间沉淀 存了许多爱恨情仇的气场 当你自身的气韵无法镇住它 便会遭受反噬 非常容易生病 噩梦 遭到挫败 除此之外 真正的古玉来源只能有两种 一种是祖传的古玉 二是地底出土文物的随葬品 绝大部分由科学研究使用价值的古玉 都放到历史博物馆 并且盗墓贼都是违法的 除非是世世代代祖传的玉石 要不然这种古玉针对佩戴者来讲 全是必大于利 三 即佩戴假玉 假如是劣质的玉 也就是最本质的没有填充物的玉石 那么佩戴的越久会越光亮 也会越有益于身心 然而现在玉石市场良有不齐 太多的垫椅自充好 用残次品甚至是假冒的玉石代替真品 从庇佑护身的角度上来讲 此种玉并无庇佑护身的作用 由于护身避邪物最低的要求就是无瑕 而出卖这种假玉的商家 本身就是在累积业障 更别说庇佑了 四 既佩戴碎玉 玉碎了之后 其余对人的庇佑作用就消失了 除非另外加工成完整的玉石 虽然玉会小点 但依然是全的 而且玉破碎后的棱角也容易划伤人体 五 既佩戴时三心二意 不少所谓的专家经常建议别人 今年带这明年带那 但其实你买的玉石确定是正品 而且你也希望他能持续地辟邪护身的话 那就一直带着他 尤其是佛像 观音像和生肖像等 带得越久就越有灵性 因此频繁改变你的玉石 是一种极度愚蠢的方法 照三目四的人固然有追求 但却进入了不成的范畴 这种不洁的气场 玉非常忌讳 玉自然就会丧失护主之心 有损欲的灵气 六 既不懂佩戴的正确方法 真正的好欲对人体都有弊意 但追求辟邪护身和开运 却很有讲究 如皮修 假如你不是军人 不是屠夫 不是黑道人士 不是凶猛之人 就不该带在身上 而要摆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内 假如你带的是生肖 那么一定要带 与自己属相相同的生肖 属什么就带什么 一辈子都一样 假如你带佛像 那么遵循南带观音 女带佛即可 七 既带一天丢一天 佩戴玉事的目的 就是在于昼夜守护 因此 应是随时佩戴于身 哪怕是洗澡上厕所 只要不沾会物 或者被会物包围 皆需随身携带 缺乏尊重 则无需佩戴 八 既用黑绳剂 生活中需要使用绳子 系起来的浴室饰品 大多数都会用红绳子来系 这样会给命主带来好运 倘若用黑绳来系 却很可能带来霉运 所以不能用黑绳系 九 既他人触碰 欲不能让别人随便摸 从风水学上来说 给别人摸过之后 就会沾染上对方的气 自己在佩戴的时候 对方的气就可能给自己造成影响 而且很可能带来的是患运 当然了 也有一定的可能带来好运 比如说你的贵人 或者是得道高僧 二 五种人既带欲 一 体寒体虚的人 想必带过欲的小伙伴都知道 欲带得越久就会越亮 这主要是由于 欲可以与身体形成磁场 能够吸收大家体内的氧气 所以对于体虚体寒的小伙伴们而言 如果佩戴欲就很容易会加重病症 而且也无法发挥欲的作用 因此大家需要谨慎佩戴 所以大家平时在购买自己喜欢的欲首饰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体质 二 长期劳作的人 众所周知 欲是很贵重的 而且它很容易被磕碰到 所以对于长时间劳作的朋友而言 也是不适合佩戴欲首饰的 经常磕磕碰碰 就很容易会损害欲 增加大家的损失 所以建议长时间劳作的人群 可以选择佩戴一些银饰 或者是黄金等等 其他材质的金银首饰 三 经脉壁组的人 如果你本身已经被尖周炎 关节炎 或者是抢脊炎等等病症困扰 那么一定记得不要佩戴浴室品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型的人群都是经脉壁组不通的 如果佩戴浴室品的话 会出现加重的情况 四 大病出狱之人 身体受伤后需要恢复 应该把佩戴的浴室摘下来先放一放 带身体机能完全恢复时 再佩戴不吃 大病出狱需要很多能量去恢复身体 而浴室有吸收能量的作用 所以不适合佩戴 五 孕妇 孕妇为什么不能带浴 主要是出于健康考虑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浴室 都是从地下的矿石中开采而来 浴室的成分也非常复杂 所有的矿石基本上都会有 或多或少的辐射危害 浴室当然也不例外 微量的辐射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无大碍 但对孕妇肚里的婴儿来说 却有可能是一种威胁 所以呢 如果正处于孕期的女士 不管你对孕的感情有多深 怀孕期间最好把随身的孕期取下来 毕竟宝宝的健康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三 浴室如何存放 一 存放妥当 如果浴室不需要佩戴 这时候为了避免出现碰撞 遗漏或者是被盗的情况 建议要把它放在妥当的位置 要是因为洗澡或者是需要休息 这时候就需要将其放在不会掉落的地方 二 专门的置物盒 如果不需要佩戴浴室了 这时候就要将其放在专门的置物盒里 而且需要将其放在烟凉和安全的地方 不仅如此 还要定期做检查 这样才能够避免出现玉石沾上污垢情况 如果玉石的表面出现了污垢 这时候就要用抹布来轻轻擦拭 要是有油污 这需要用洗洁剂 或者是温热的碱水来进行冲洗 清洗干净以后 涂上一点茶油或者是花生油即可 三 存放位置 浴室的保养需要避免干燥和高温 所以选择的存放环境 必须要是气温适中 而且不干燥的地方 不然就容易出现干燥 或者是暗淡情况 在存放位置可以放一杯水 这样也能够起到滋养浴室的效果 上面就是不需要佩戴浴室品的时候 正确的保养方法 但浴室保养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佩戴在身上 如果有一天不佩戴 作为佩饰的主人 一定要学会正确保养它 如果自己不能够学会正确保养浴室 那么就会因为自己不当保养 而导致浴室的品质受损 一旦浴室的品质受损 想要恢复过来就有一定难度 反之保养得当 则可以让浴室变得越来越水润 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养浴 浴室是常见的佩戴之物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风水讲究 只有正确佩戴浴室 才能带来好的风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